美国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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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宿船的一些工友 他们说现在外面 就是还有很多坦克 时不时的还能听到一些枪声 美国的组织 美国的组织 我们现在去以色列的超市去看一下 能够看出来当地的人还是有点紧张吧 然后现在不到8点 7点40分左右 关门了 然后刚才有一个年轻人要进入超市门口 看门的一个大爷 语气挺严厉的 你看 出来一个人他就开一下门 然后马上关上 我来以色列来了五年了 其实每年都有冲突 但是这一次是我来五年 是最严重的一次 是我所经历的 挺多工作都停了 别的地区的话 我也有朋友在那里 但是听他们说 那地方是轰炸的比较多 他们也是都不敢出门 现在他们的餐厅什么全部都关门了 老板告诉他们不要出门 千万不要出门 在家里 因为他们的房子里边都有安全屋 安全屋建的都挺牢固的 加厚的混凝土还有什么钢板 在安全屋里正常防御是没有问题